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佛丽莎 我是伊藤 这两天呢 这个新闻非常多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这个事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呢 当然了他们就这几天 在台上就胡说八道 这个很多胡说八道 咱大家也都知道 他这个套路是怎么样 我们今天就是来讲一下 让我感觉到我最受了 然后我觉得说 让我实在是感觉到非常恶心 非常反胃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呢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在芝加哥举行会场外头烂烂轰轰 支持哈马斯的人去闹事 一大堆人跟警察在那儿 推来推去 但是还有一个更惊悚的事 就是在离会场不远的地方 为了支持民主党竞选的热门话题 于是呢 连锁杀人品牌 Plan Parenthood 派出了一辆流动杀人车 这个车呢 不仅为女性提供杀死自己小孩的选择 还为男性提供一辈子做不了爸爸的选择 那就是输精管切除术 我们俗称的结扎 这一切方便快捷 只需要在停车场的那个房车里头就可以进行 所以呢 这个Plan Parenthood呢 他们选择了一个这个人来人往的一个停车场 他觉得这个地方人流量多嘛 是不是 就好像你开个车 卖taco 卖那个hard dog一样 他也需要有个人流量多的地方 他就在那个停车场 他就放了这个流动杀人车 车上呢 还印着几个大字 就是医疗保健 无论在哪里 health care no matter where 那这个消息呢 提前就放出来了 很多人就 哎呀 好啊 不错呀 我是民主党的忠实票仓啊 我当天一定要去现场支持 所以很多人呢 就预约当天要去堕胎 可是呢 当天在现场 哎 去的记者 比来堕胎的人还多 有些人 咋的 他预约了 但他不敢来了 因为他怕啥呢 他怕被摄影机拍到 他丢人呢 所以呢 这个 在那个流动杀人车里头呢 有个这个主管吧 算是 这个主管就说 哎呀 说是有一点失望啊 所以怎么样呢 说啊 因为这些人都不敢来 因为压力太大 这就是在我们现场 有太多记者在这里 然后有太多抗议的人在这里 所以他们不敢来 你这归根结底 他们为啥不敢来呀 对不对 为啥别人要抗议你呀 你要是做这个好事 凌晨三点 你就得上这等着来领奖来 对 为啥不敢来 是不是 你出去买个菜 你也没见你不敢去 为啥这个事不敢来 你想想看那个 Thanksgiving 大家Black Friday的时候 要去抢一个电视 排在那个地方 也没看你不敢出门啊 对对对 所以说他们自己就知道 这是一个很可怕 很邪恶的事情 对 其实每一个堕胎的人 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你不要说什么 美国的文化怎样怎样怎样 华人的文化你听过以前什么 妓女呀 要想小鬼 然后呢什么都是英灵 然后从什么泰国什么什么 然后你也听过就是 以前呢就是什么 女生堕胎完了之后会有英灵禅生 然后以前某个大师看到那个女的就说什么 哎呀你是堕过他 你堕胎堕了 其实我看到四五个小孩背在你背上 因为就这些还是没信主的人啊 对对这些 你讲到重点了 这些没信主的人都知道 这个是个邪恶的事情 因为杀死生命就是一个邪恶的事情 就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情 所以说他们不敢来 是天经地义的 每一个人都知道 为什么他们不敢来 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 这个是个邪恶的事情 律法都是印在我们的心里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表彰 我们可以找一堆一大堆烂理由 说合理化我们自己的行为 但是其实追根究底 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 对所以呢 当天是有一些人胆怯了 他不想让自己的脸被记者拍到 他害怕了种种种种的原因 他们预约了之后没有去 但是当天呢还是有人是有趣的 然后他们在那边要不然就是接受了堕胎 或者是拿了堕胎药 那礼拜一那天呢 还有大概十名的男性 做了结扎手术 那当天呢也有这个pro-life 就是支持生命的人 对这些进到那个杀人车里的妇女喊话 他这个报道里面这样写 这个人站在马路的对面 然后喊说 你不必这么做 你永远也不会忘记 你让这帮人 在芝加哥的停车场 一个流动车里面 杀死了你的孩子 这就是你想要记住你孩子的方式吗 哇 哇 我希望这句话 可以被他们听进去 对 而且一定听了一定会 你 你真的没办法 你真的没办法去 养殖住那个样子的情绪 如果听了这一段话 你还可以走进那个杀人车里面 然后把自己的小孩杀死的话 Something's wrong Something's wrong with you 对 太可怕了 嗯 除此之外 民主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面 还邀请了Plan Parenthood 就是这个全国连锁的杀人机构 他们的这个总裁上台来讲话 非常可笑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LAST SUMMER A Planned Parenthood patient in Georgia realized that she was pregnant and didn't want to be But Georgia bans abortion after six weeks So she drove to South Carolina But arrived the day that their six week ban went into effect She went back home and then went to Florida But she arrived just days when she was too late under their ban She had to fly all the way to California to get an abortion Now remember each time she had to get the money up she had to miss work she had to find child care Now imagine if this was an emergency situation In Texas doctors who have feared going to jail have sent patients to wait in hospital parking lots rather than provide the emergency care they need And in Idaho they have airlifted patients to other states We cannot call ourselves a free nation when women are not free More than one in three women And nearly half of all black women Live in banned states Donald Trump wants women to be less free And pregnancy to be more dangerous But I'm here to tell you In no way Are Donald J. Trump And J.D. Vance More qualified than doctors and women To make these decisions We decide We trust women We trust doctors And we trust Kamala Harris Our future Our future is on the ballot Our bodies are on the ballot And come November 5th We will decide this election 我怎么感觉啊 就是这个视频 我大概看了两三遍嘛 因为看到后面 我听他讲这个故事 我就怎么感觉 他是编的呀 对 这真的是 很难想象一个人 会这么想要杀死 对 就咱捋一下哈 就这个人 他到底干嘛了 一个乔治亚州的女的 她处心积虑的 要杀死自己的小孩 但是呢 他已经怀孕超过六周了 那乔治亚不给舵 于是他就跑到 南卡罗莱纳州 结果他到了 南卡的法律生效了 六周以后也不让舵 然后他又跑到了 弗洛里达 结果佛州的法律 也不允许 后来他就直接 跑到加州来舵台 然后他还在这说 说哎呀 你看这个女人多可怜 对不对 你说你想一下 他每次要舵台 他都要花钱 要买机票 要住宿 然后他的孩子 还要送到托儿所 为啥这个故事 很有可能是编的呢 就一个是 他没提到说 这个女的叫啥名 就他没有说到 这个人的名字 或者他的职业 或者什么东西 就是这种都没说 他只是说有个女的 而且如果这是光荣的事情的话 如果他真的是为了 自己的自由而战的话 如果他真的就是说 哦 不是你把他请来呀 对 DNC康复生 你让他现身说法 对 哎呀 I was in Georgia and I went to North Carolina and I went to Florida and I have to 来 来 这是这么光荣 你追求自由 你追求女权 你就应该在DNC那个地方 你让DNC 顺便给你颁个奖吗 再给你鼓鼓掌吗 对 就颁奖给你弄个 Metal of Honor 啊 You did so much to kill your baby 对 或者什么 Chasing freedom 什么之类的东西 对吧 就是他根本没讲到 这个人的任何特征名字什么都没讲到 然后这个人当天也没来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个人 他自己规划的路线之诡异 他明明 你只要上网查一下 你都知道这些州有堕胎禁令 你为啥不查明白了才走呢 白花钱 浪费时间 跑了好几个不让堕胎的州 最后他才去加州 其实他根本不用 没有必要绕这么大一圈 他只要往上走几个小时 他直接就到马里兰州 马里兰州没有任何的堕胎禁令 这个事呢 我觉得他大概就有两种方法解释 要不然就是他讲的全部都是假的 根本就是编的 他就是为了让大家说 你看给女人造成了多么大的麻烦 他跑这跑这跑这跑那 还花那么多的时间 花那么多的钱 他就是为了骗人的同情心 编了一个假故事 要不然 这人他就是纯粹 他脑袋不好 堕胎的人不是支持优生学吗 支持优生学的人 应该不允许这样的人有小孩呀 你这样你生啥孩子呀 你这脑瓜都这样了 往往不会用 手机手机不会查 你要多个台 你还得先跑三四个地方 到最后才去 你这智商都这样了 你别生孩子了 小心啊 别人听到 他会把你去那个 普通陪众当顾问 是不是啊 所以就是出来的结果 就只有这两种结果 但是我觉得这故事想来想去 我感觉应该就是编的 这个女的可以跑这么多地方 其实是非常非常 第一个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很可笑 我不相信有人会 我不相信有正常的人会这么处心积虑的 想要杀死自己的小孩 对啊 以我们当基督徒的人这样子看的话 好像说我那时候想搬到外州去 哎 哎我去哪里 哪里就阻碍 我一去 我一上飞机 啊声音就没了 全都是拦阻 对我一要上飞机之前 要得COVID 不让我上飞机 你就可以各式各样看到就说 OK 这是神在告诉我说 不要搬到外州 我就是要待在加州 我就是要去做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然后 对我们来讲是很容易理解的 对然后我们看到 我我我他还他比我厉害 OK他在我上飞机之前 他就已经有这样的看见了 我是要得到COVID 然后呢生了病 然后喉咙烂掉了之后 才会我才有这样子的看见 所以说我比较固执 我比他我我没有比他聪明多少 但是 呃 基督徒我们是可以有这个合理的 来解释这个样子的阻碍 就是为什么 对当一个事情是邪恶的事情 我觉得搬到外州 还不一定是邪恶的事情 这个女的做的事情 的确是一个邪恶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他要杀死自己的小孩 如果这个事是真的 他要他三番两次的 他这个事都不能得逞 他哪怕不是基督徒 我想不是基督徒的人都已经发现了 说这个事处处碰壁 处处遭拦阻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试着告诉我什么呀 对 你的孩子未来要当总统 别杀他 什么之类的 就是你知道吧 他会治疗癌症 别杀他 对就是你不信主的人 你说到这么多的拦阻 你可能都会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realization 但是很多人就是刻意装作看不见 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 这个在刚刚讲的故事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 但是很有 我觉得百分之大概90是假的 因为没有人会这么笨 而且如果说 不是有点太笨了 笨过头 以左派的那个逻辑啊 还有他们做事的方式 他会有一堆的民主党政治人物 会站在他背后 对 然后就这个女的出了现实说法 然后各个大电视台给他报道 然后给他专访 等等等等的 对 他会在那边哭 然后Kamala Harris就抱着他 就说 It's ok We fight for women 所以说 假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可以在DNC上面在那边编故事 我觉得 Yeah That's exactly what it is 你就是看吧 DNC上面有几个人说实话的 我觉得这个概率才比较低一点 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他这个影片里讲到的第二点 第二点 他就说 你想象一下 如果这是一个紧急事件呢 不是他们老拿这种事吓唬人 他老拿这种紧急事件吓唬人 就是啥叫紧急事件 他说 你不能说 那你想象一下 这个是一个紧急事件 你要是这么想象 你咋都能想象了 对不对 Flisha录节目录到一半 嘎巴 那个什么了 脑中风 嘎巴 你不能 我活得好好的 你干嘛 非要在我身上 make a assumption 说这样是一个紧急事件 你明显看到这个妇女 她着装的不得了 她怀了孕 她还能够 跑四个地方 又住宿 又坐飞机 我告诉你 你这一顿吃三晚饭 肯定不费事 这怎么能叫紧急事件 就是它本来是一个 很正常的事件 你不是说 如果出了紧急事件 怎么办 什么我今天出门上 如果我被车撞了 怎么办 如果明天地球 你那么多如果 哪来那么多如果 你如果没完没了 对不对 而且她说紧急事件 啥叫紧急事件 如果我们一说到 一个孕妇 对吧 她有可能会发生的紧急事件 什么紧急事件 就怀孕 突然 大出血 是吧 你看电视剧里头那种 那真实的我是没见过 就一大出血 哎呀 紧急事件 赶快叫救护车 是吧 送医院 要不然就是一检查说 哎呦 公外孕 这个小孩呢 他这个胚胎 没有灼疮在正确的地方 哎 没有灼疮在子宫里头 他在什么输廊馆里头 那不行啊 要不然就是什么 就是胎儿心跳就停止了 就是他天天在这动动动 突然叫 哎呦 怎么不动了 然后结果一去检查说 哎呦 对不起 你的宝宝已经死掉 已经死掉了 然后他心跳就没再动了 这些 是不是我们一般能够想到说 这种紧急的事件啊 这些的事件 他根本他就不属于堕胎嘛 你怎么能叫堕胎呢 这是正常的医疗保健 你能说因为你怀孕大出血了 医生说我不给你看 你这玩意叫堕胎 你给我举出一个例子吗 有吗 就是左派就是天天 我不知道他就 被迫害妄想症 什么妇女夸瓦 流着血 完了说 哎呀 医生救救我救我 医生说 我不能管你 你上一边死去吧 离我远点 不可能吗 你公外孕了 医生说 哎呀 输卵管里还能长吗 没事 你的输卵管弹性很好 不会爆炸的 有这样的吗 什么 他有人心跳停止了 那就属于他在肚里死了 他就是个死人了 他不会再长大了 你说你要银产 把他拿出来吗 医生难道说 你再给他三个月的时间 死里复活 三天 对 是吧 不可能吗 因为这不是堕胎的范围 这不是堕胎 这是正常的医疗保健 左派总是要把这种事之间 把它模糊这个边界 就是什么叫堕胎 什么叫医疗保健 他老在这模糊 其实你根本就不用模糊 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美国的女人要堕胎 她不去医院 为什么Plant Parenthood 是一个独立的诊所 为啥 知道吗 因为医学界 有一个共识 堕胎不是医疗保健 医疗保健是给人治病的 是治病 怀孕不是病 你杀死一个正常的胎人 你着床没问题 都没问题 这不是病 所有的医生是站在这样一个防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人要堕胎 他必须要去外面的诊所 因为医院里面是治病救人的医院 是地方 医院里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 医院里面不是杀人的地方 这是所有这些有良知的医生 他们围起来的这样一道防线 就说你们堕胎 都不可以进到我们医院的系统里面 因为我们是医疗保健 你们不是 所以左派一直在用这种 这种事情去骗比较无知的人 就说你看什么堕胎是医疗保健 医学界从来没有承认堕胎是医疗保健 如果承认的话 他不会让你去外面独立的诊所堕胎 所以呢 医生都知道 是吧 你这个堕个胎 干什么 哎呀 我那个肚子疼了 我胃疼了 我坐下 这都不是一回事 因为他就是 他本身上 他就是杀人 你不用再美化了 所有的医生都已经承认 如果我不承认的话 你可以去医院里面堕胎 为什么不行 就不行 就是这样的 所以 真正的紧急事件 左派根本都没提过 他不会跟你讲什么叫真正的紧急事件 真正的紧急事件 那就是plant parenthood一直在犯法 我现在每个礼拜会去那个南加州 有个城市叫Pomona Pomona那个地方有个plant parenthood 我们会去那边祷告 然后那边有很多Cavory Chapel教会的义工 他们从那个诊所礼拜一开到礼拜六 他们每一天都有人在那里 我上个礼拜去的时候 在那有个义工跟我讲 plant parenthood一直在犯法 为什么 他说因为法律规定 怀孕八周以上的孕妇 不能够使用药物流产 就是你 他会给你开药 就这样说 你先在诊所里头 你现在 你就吃一颗 然后我给你拿几颗回去 什么24小时以后 多少个小时以后 你再吃一颗 再怎么样 他是这样来算的 法律规定八周以上的孕妇 不能使用药物流产 为啥 流不掉了 大了 你 他那个药流产 让那个小孩死掉 完了什么 就这样流产 八周以上太大了 吃药对人的身体伤害太大 不行 不让 但是plant parenthood 一直在给怀孕 超过八周以上的女生 那个女生 给他们开多台药 他们就是违法 就这样干 你大点就大点 你也吃 你也吃 这些义工 他们在 那个plant parenthood 前门还有后门 每一天在那里传福音 他们亲眼看见什么 我在那里听到很多的见证 听到很多的故事 有的让我感觉心里很难过 有的又让我感觉很开心 有些被成功拦阻 他们讲说你不要去堕胎 不要去堕胎 就真走了 这些患者就真的走了 走了 结果过了几个月 你知道吗 一个大卡车开过来 开到门口 这帮人还在门口举牌 然后在那跟人喊话 传福音 他们在车里抱一个小孩 说你看 这个就是当时 你们救的那个小孩 他们把小孩抱回来 给他们看 对 你记不记得那个Troy Newman 也跟我们讲过 对 就是他们 他在那个诊所 plant parenthood的对面 然后就说 你们来 你们来 这里有希望 你可以不要杀死你的孩子 然后那个女生 就哭着哭着哭着 跑过来 然后之后变成 他们的童工 然后之后他们的 他的那个书里面 有写到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见证 让那个女的是 有一个重新 重生的一个机会 然后把那个孩子的生命 保护下来 那个孩子不但救了他 而且还救了他自己 这样子的见证 是多么漂亮 多么美丽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们就是 一天到晚说这些意外 对 他们从来没讲过说 plant parenthood 造成多少的意外 对 对 第一公讲说 后门开车 来了个车 车上下来一个女生 大出血 在那车里 就流了一车的血 他下来之后 他到那个门去找医生 他这样一下来 一走路 哩哩啦啦啦 一路的血 那个男的开车 你是谁看见 腿不发软 这帮在那 传福音的义工也吓坏了 这个女生 你想他多无助 他哭 他那个流一路 流那个血 就说 没有人要理他 plant parenthood的医生 根本就不为这个负责任 这叫不叫 这叫不叫紧急事件呢 这叫不叫紧急事件 我想说这个女的 会大出血 就是你知道吗 他让他吃多 他要就吃坏了 吃坏了 他那个又弄不出来 人有多少血 可以这样流啊 哇 流那后面一路那血 载他来呢 男的也吓坏了 在外面敲门 敲门门也不开 里面也不应声 没有人要理他们 Secure卡 不要理他们 We don't have an emergency room If you have an emergency Please go to the hospital 所以就是他们一看来不及了 因为你再这么流血 人就完了 就这个男的 赶快又带这个女的上车 他们就开到医院了 开到医院的那个急诊中心 你正常来讲 因为我们的身体 被上帝创造的时候 我们身体 女人身体就是怀孕 生孩子 你这个就是 神创造你 就是这个样子 你怀孕生孩子 你按照正常这个逻辑来讲的话 生病的概率不是那么大 就OK啦 你正常来讲是OK的 可是你非要against你的nature 就是你 本来你就是要怀孕 这个小孩本来就是待在这里 然后等他成熟了 你就生出来 结果你非得说 我要在我的身体里面杀个人 你想你这个身体里面 他还会是一个好的地方吗 你杀完人之后 他里面会有遗留的部分 然后人的什么 你健康吗 你如果要从健康角度来讲 他真的健康吗 他最不健康了 你就留在里面 你又没办法拿个像带子一样 你把他拿出来洗完 那才会觉得不可能的嘛 但一点他也不健康 对吧 所以他们才是造成女性最不健康 然后他们这种方式 才是造成女性去急诊 部的一个问题 但他们从来不讲 而且不只是身体上不健康 心理上也不健康 不健康 你只要做堕胎之后 你很有可能这一辈子 除非你认罪悔改 不然你就是要一直骗自己说 我做的事情没有错 我杀了我自己的小孩没有错 我这样做是OK的 我这样做是为了我自己 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自由 你要骗你自己一辈子 你要一直永远合理化 自己杀人的一个经过 而且杀的是你最亲的人 你的小孩 所以说 这对女人的心理也是一个创伤 对女人的身体也是一个创伤 但是他们这些都不在他们的emergency里面 对 他们觉得这些都是OK的 我只要有这个政府的基金 我只要可以继续呢 我只要可以有选票 我只要可以继续付这个什么 那个 Kamala Harris这些 呃这个这个这个捐 那个政治的捐款 这个样子就好了 我根本不在乎你 他你刚刚讲那个故事 嗯 就是 Plan Parenthood 这些Plan What is Planned Parenthood 嗯 It's for parent without a plan 他就是没有 plan 你你才会现在 但是 神让我们有孩子之后 我们自然就会有一个Plan 我们会为了这个孩子努力 我们会为了这个孩子成长 但是他们要摧毁这一切 他们就是要你永远活在罪里 永远都自己以为自由 但是被 永远都是被自己的罪捆绑 嗯 好那接下来呢 这个女的又说了 We cannot call ourselves as a free nation when women are not free We cannot call ourselves a free nation when women are not free 那可以问的问题就是 Free 我们要自由的去做什么 嗯 自由对我们来说是 是什么东西 就左派从来就没有 对自由有任何的定义 你各位可以想想看 就是你新冠肺炎的时候 他们就是要逼着你打疫苗 不然他就开除你 你如果在公家机关上班的话 你就不能上班 对 然后我们认识多少警察被开除 我们认识多少那个军人被开除 对就这样子哦 对就这样子哦 你就是一定要打 不然你就不能有工作 不然我们就不允许你在我们的premise里面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医疗诊所 对不对 基督徒的 你就是一定要打 不然就是每天都要测试 对然后关键每天测试 他们还觉得很烦 我认识一个人 就是在这边的一个 很大的基督徒的医疗诊所里面上班 嗯 对他就每天被逼着要测试 然后结果那个牧师啊 还有师母 天天问说你什么时候要打 你什么时候要打呀 就说你赶快打吧 要不然的话 你要我每天测试好烦的 就是其他人都打了 你赶快打 你赶快打 每天就跟他讲你要打疫苗 对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这个不是我的身体吗 这个不是我的身体 我决定 我应该有权利来决定 我打什么疫苗 什么要拿一根针叉我 哎你这时候又没有选择权了 对 哎 你为什么不合群 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就是啊 这么固执 但是 堕胎 OK 吞一个毒药 进去杀死一个人 你想这多危险 对 你想这多危险 你本来身体好好的 你吃一颗药 然后这个药会让他在里面死掉 然后你要是把他那个一块一块夹出来 这是多大的手术啊 对啊 这不是个小手术啊 对啊 然后或者是这个人在里面 然后呢 你要进去 把他这样子弄出来 然后保存好他的内脏 然后你还可以拿去卖钱 这个时候就是自由 对 这个时候就是 就是他们的自由是 非常非常奇怪的 例如像新冠肺炎的时候 你不能在大街上走 OK 你只能待在家里 教会不能开门 但是脱衣舞厅可以开门 OK 他们从头到尾就没有定义他们的自由 对自由对他们来讲 一点意义都没有 他们说什么是自由 什么就是自由 他们觉得什么是自由的标准 什么就是自由的标准 他们觉得说 今天我想要这个样子做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是自由 我不想要你这样做的时候 那个东西就不是自由 我记得那个Arnold Schwarzenegger 我加州的前州长 施瓦辛格 对 他在新冠肺炎的时候上那个Fox News 就在那边讲说就说 Hey Now is not the time for your freedom F your freedom 就直接这样子说 还好他已经不是周上 哎不对啊 现在是纽森更糟糕 对 他还是共和党的 就是他们根本就 没有人在乎别人的自由 任何人说 哦我在乎你的自由 我要为了你的自由而战的那种 没有人在乎 都是骗你 对 全部都是骗人的 只有神在乎我们的自由 对 只有神在乎说 我们应该要有什么的自由 我们应该要有什么人权 这一个这一点 是政府最常拿来骗你的 你说北韩的人 他们觉得他们在金正恩下面很自由 嗯 然后呢 很多中国人 他们也觉得 哦我在中国大陆也很自由啊 对 那台湾人也觉得 哦自由是 台湾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 日本人也很自由啊 你跟我去一次认 日本你就知道了 什么叫做自由 你那个雨伞套 没有 那雨伞你下雨的时候 你用完没有绑起来 每一个人就 盯着你看 我告诉你 那个 什么叫压迫 你去一趟日本 就知道 什么叫社会压力了 真的啊 对对对对 过了吗 所以说他们没有任何人定义自由是什么 但是每一个政府都会说 我是为了你的自由来去做的 所以说大家要看清楚这一点 那接下来他说呢 有这个女性很可怜啊 有三分之一的女性 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黑人女性 都住在有堕胎禁令的州啊 怎么那么可怜呢 是不是 哪可怜呢 他有没有想过说 女人根本就不需要堕胎 所以我住在哪里 跟这个地方能不能堕胎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对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能不能堕胎 变成一个居住地点的选择呢 对 我好想搬到那边道 因为那边可以堕胎 对 不是说什么 像我们华人每个都 我想去那个 因为那个样学区好 我想去那边 因为那边自然比较安全 对 或者我想去那 那边中国超市比较多 中国饭馆比较多 对 工作机会比较多 然后我去比较方便 你从来没听过 有个人说我能去那 因为可以堕胎 因为堕胎没有禁令 左派的人我也没听过 有这种说法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在乎 就他在乎 为啥 因为他是堕胎诊所的总裁 他是靠这个挣钱的 这对于他来讲 这是一个工作机会 所以他必须要卯足了劲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 必须要告诉大家 你们要去堕胎 堕胎多好 堕胎要成为你们选择 居住地点的一个条件 可是呢 他从来在这里没想过 他自己作为一个黑人女性 他自己作为 Plant Parenthood 现在的总裁 他到底有没有去研究过 Plant Parenthood 这样一个 organization的一个历史 Margaret Singer Plant Parenthood的创始人 这个女的 她创造Plant Parenthood 这个堕胎诊所的目的是干啥呢 她创造这个的目的 就是专门为了杀黑人的 现在这个女总裁 她自己是黑人 她自己都不知道嘛 所以你去看 现在Plant Parenthood 他们选择开诊所的地方 都是黑人和西语裔 居住密集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他们支持优生学 他们认为黑人跟西语 这些人是低等人 他们不应该继续生存 是故意要减少他们的后代 是故意要去杀他们的小孩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计划 而且这不只是杀小孩而已 杀小孩只是一个 他们计划的一个结果 各位可以想想看 一个Plant Parenthood在那个地方 代表什么 就是你可以无限的烂性 你可以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们希望黑人的家庭 黑人不要有家庭 不要有家庭 对黑人就是烂性 就跟男人 反正你们都跟动物一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Plant Parenthood 他们还提供给男的结扎 对 你想 堕胎结扎 这就是让你不能有小孩 不能有家庭 你可以随便的烂性 对 你怀孕了也不需要负责 因为你直接把他留掉就好了 然后这男的 你就是从源头上掐死的 我跟你做了结扎手术 你也不可能把别人搞大肚子了 所以你就去随便搞吧 对 他要你是一个烂性的人生 他要你永远没有家庭 永远当低等的人 然后永远活在自己的罪中 永远在帮自己找理由 说你看我现在过得多自由啊 你看我现在过得多好啊 你看我现在可以跟这个人睡觉 跟那个人睡觉 我都不用负任何的责任 他要你变成一个为了自己 然后骄傲自大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 这个Plant Parenthood 这个地方从Margaret Singer 创始以来 他们做的事情 摧毁了黑人的这个 道德价值观 非常非常多的黑人 在这个里面被捆绑 然后Plant Parenthood就是一个 你可以方便的人去做 你想做的事情 然后不用负任何的责任 你还不需要付钱 我们会用纳税人的钱 来帮你付钱 我们有钱到 OK 我们纳税人的钱 给我们给到 我们还可以给这个 Kamala Harris 这个竞选经费 然后让他继续来 杀害你们这些黑人 杀害你们这些习语乙人 杀害你们这些华人 杀害你们这些 不负责任的人 然后你们可以怎样 你们就可以继续的不负责任 你们永远都不用长大 你们永远都 你们老的时候后悔了 没关系 你们还会为了 因为你们看不爽 现在那些年轻人 还是继续玩 但是所以说 你还会继续支持 这个样的组织 因为你觉得 这个样子是好的 你必须一辈子 自己骗自己 说你过的人生很好 但是你一直活在 你的罪中 然后你活在 你的羞辱里 还有你的羞耻里面 接下来他说呢 他把两种人群 故意造成一个对立 他说 女人跟医生 应该要有自己的选择 而不是川普跟Vance 特朗普 特朗普 希望女人 比较自由 和婚姻 比较危险 比较危险 但我来说 你 没有办法 特朗普和J.D. Vance 比较高兴 医生 和女人 要做这些选择 你干嘛 Cue川普 你 民主党开大会 就开大会 你Plan Perron 上位讲话就讲话 你Cue共和党干什么 你Cue川普跟Vance干嘛 但是好像就是他们 这就是他们一个 政治的手段 就是必须要互相对骂 就是你看是 不要选他们 要选我们 不要选共和党 你要选民主党 说为什么 因为川普跟Vance 不给你选择的机会 这个选择的机会 就是要不要 杀小孩这件事 不是应该让川普跟Vance 两个大老爷们给你选 是应该要女人 跟医生 两个人自己做出选择 那么川普的 堕胎的方案 我们在节目上 讲过非常非常多次了 比左派好很多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认为 还可以更严格 我们认为还可以更好 那回来 我觉得他这么说 就是一种话术 因为人天生 就不喜欢被人管 每个人都想要自由 尽管大家不知道 自由是什么 大家也不想说 你看 他剥夺了你什么东西 尽管他什么也没做 你这说 你怎么剥夺我的东西 你剥夺我的自由 你不让我干这个 你不让我干那个 是吧 他故意 引起人的这样一种情绪 去造成一种对立 所以他们讲话的 这种方式 就是说 你看 女人跟医生 站在一起 川普跟那些人 是要来夺取你的权利的 我觉得其实光这种话术 真的都可以 骗到很多很多人 所以他到最后说 他说 我们要自己决定 对不对 人民要起来当家做主 我们要自己决定 就 We decide 他是这样说的 那最后呢 他又讲了 一个我觉得 然后我觉得是 蠢到家里的一句话 他说 We trust the women We trust the doctors We trust the Kamala Harris We trust women We trust doctors And we trust Kamala Harris Our future Our future is on the ballot Our bodies are on the ballot And come November 5th We will decide this election And we trust the women 要相信她们什么 他说 我们相信女人 你相信女人什么 然后说 我相信医生 你相信医生什么 然后我相信 Kamala Harris 你相信Kamala Harris 是什么 对 就跟Kamala Harris 做了什么 对啊 就你到底要相信什么吗 你说你相信女人 哇女人这个族群很大哦 在这身上 站了超过一半的人口吧 所有女人都要相信吗 所有女人都值得相信吗 不是因为我们从来就被告诉 就说不要相信任何人 你能够完全相信 你就只有神 对吧 然后爸爸妈妈不会坑你 那当然绝大多数家长 男人第一次相信女人 就吃了分别三个手上锅子 对啊 就我们知道 我们说不要相信人嘛 对不对 我们要完全相信神 就是We trust the God 那你说We trust the women For what 你要相信女 对 就是你要相信女 你要相信女人什么 你要相信女人 不会撒谎 不会啊 人都会撒谎 每个人都撒谎 你相信女人最正直 不是啊 没有一个人是正直啊 你相信女人要相信什么 如果我们相信医生 你相信医生什么 你相信医生说 杀一个小孩 他可以赚到多少钱 他如果做一个完全的银产 然后他去卖一个杆 他能赚到 你相信医生什么 你相信医生 会卖掉你小孩的器官 还是你相信医生 不会卖掉你 你到底相信医生什么东西 然后你相信卡巴拉哈尔斯 卡巴拉哈尔斯做了什么 你要相信他 他到处撒谎 他到处陪人睡觉 你要相信他什么呢 这种口号 一点脑子都没有 喊完就是有人鼓掌 这事才怪呢 然后相信这个东西 我觉得信任这个东西 是建立起来的 不是说OK 只要他是女人就可以相信 只要他是医生 只要他是专家就可以相信 我想有太多的人 就是选择相信专家 然后相信什么什么 这个东西 它只是一个political point 就是说OK 我们选择相信女人 所以说我们比较高尚 他们不相信女人 没有人应该要相信任何人 特别是在我们的政府制度上面 我们根本不应该相信我们的政府 而且美国不相信政府 是美国强大最主要的原因 各位可以想想 你看在90年代之前 所有的电影 美国电影 全部都是 哎呀美国政府不好 然后他CIA FBI 然后什么什么 踏过来这个地方 然后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爸爸 然后呢 突然被锁定了 因为他口袋里被放了个什么东西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哎呀 然后那个美国政府啊 就是里面有什么 柯林顿杀人的记录 就是总统杀人的记录 然后国会议员 所以说美国政府用这个 举这个请国之力要来杀死这个人 然后呢 摧毁这个人的人生 然后又是什么黑寒啊 然后让他的家庭破碎各方面 就是 以前的每个美国人都觉得就是 OK 政府有一天一定会对我们怎样 只要他们有权利去做这个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各位想看就像樱眼那个电影 就是政府一定会说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你去看美国的新闻 现在你去看CNN 现在你去看MSNBC 你会觉得你在看中国新闻 赞美 对就是前几前几个 这个这个这个几分钟 是这个国家多好多好多好 然后呢 这个外国多差多差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他们要 我们去相信的一个东西 然后 不是说我们不要相信女人 但是 我们 他们想要 说相信女人 然后相信医生的这个说法 可能是在讲说我们应该要相信 人会为了自己做出最好的决定 但是我们是人 我们都不会为自己做出最好的决定 不是大家想想自己的人生 不就知道了吗 对 你做过多少让你后悔的事 你这一锣筐能不能数得过来 你现在想想你做过多少愚蠢的事 我真是我以前的事我都不敢想 我想我都想 哎呀我感觉 哎呀我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怎么干过那么多蠢的事 就是在没认识神之前 只要我自己做出的决定 百分之九十八都是极其愚蠢的 而且自己受的伤 然后什么 你交过几个前男友 前女友 你被几个这个骗过 全部都是你自己做的决定 对 当你没有神的时候 你自己做决定的时候 你就是会这么愚蠢 心里流着血 对 但是脸上还挂着笑容 说我很好 他打碎牙往肚子里头咽 所以说相信女人 她会为了自己做出最好的决定 千万在堕胎议题上面绝对不可以 因为我我可以在这边 我是一个男的 我可以斩钉截铁的告诉你 你堕胎之后你一定会后悔 我是一个女的 我也在这告诉你 堕胎一定会后悔 而且这是一个一辈子永远没有办法愈合的伤痕 这个就一直在那里 所以我们看到 民主党是一个邪教 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政党 它是邪教 他们里面开着大会 对不对 他们在这送粮 送粮 哎呀我们那个民主党多好啊 我们怎么样 但他们在会场外面干嘛 他们在会场外面献祭 献祭婴孩的生命 这种事只有什么时候有过 就是给摩洛献祭的时候 有过 所以呢给摩洛献祭啊 非常非常邪恶 给摩洛献祭 你知道大家如果没没心主的人 就大家知道一些历史都说 哎呀那个有什么生殖崇拜呀 怎么怎么样 就是有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这样一种东西 给摩洛献祭也是这样 他们有性基 除了性基以外呢 摩洛崇拜 就是将自己的儿女献祭 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 就是使儿女惊火 那那个摩洛的这个偶像呢 他们会造成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人身体 然后牛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雕像 然后这个雕像呢 肚子上有洞 我有看过说有一个洞的 就是比如说上面就是牛头嘛 下面就是身体嘛 有一个洞啊 还有七个洞 那有七个洞的 就是说你往每个洞里塞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他证明是七个等级 你如果要是最贴近摩洛的心的那个最高那个等级 你线上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那其他的肌里面你可以那个其他洞里面你可以塞别的东西 这样子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样线的时候你就是最靠近摩洛的心 就是最那个他 那他这样里面就是点着火呀 那怎么着呢 他就是把那个孩子 就是生完小孩 就是直接就放上去 所以当一座叔父呢 献祭啊 给摩洛他们第一个孩子 就把他放在火里烧死 他们相信什么呢 他们相信这个摩洛的神 会保佑他们的家庭 还有他们未来的孩子 繁荣 长盛 民主党一样 他们在里面开大会 外面把孩子掀寄给摩洛干嘛 他们也是追求说我们这个党 让摩洛来保佑我们的党 一直的繁荣还有长盛 同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这不是说一个选举的问题 我到底选哪个政党或者怎么怎么样 你要知道这种邪教的东西 这种摩洛的东西 它就是跟神为敌的 我还听到有人有基督徒 就是很多年一直都不投票 从来不投票 说这都是政治我不参与 但他唯独支持一件事 就是堕胎权 他说如果我投票的话 我一定投给民主党 只为了这一件事 就是为了要堕胎 我非常难过 基督徒 而且是挺多年的老基督徒 我非常难过 听到有人有这样的想法 那一个也是让我想到说 在教会里面的教育不够 就是他没有办法 将他所读的圣经 与现实生活中的 他没有办法get principle 就是圣经里面原则是什么 他没有办法应用到 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里面来 这是有一方面的原因 就是信仰与生活是断层的 那还有一个方面来 就是教会的教育不够 这些事情让我感觉到 非常难过非常伤心 但是我们现在要看清楚 明白 民主党他们在供奉的神是什么 跟我们的不是一个神 我不是说 共和党就一定多好多好 不是这样 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能够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管你有没有被世界洗脑 说啊怎么怎么样 你要知道 这是婴孩献祭给摩洛的行为 基督徒 必须必须要按照圣经的选择 来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在诗篇49篇 在这里 神告诉我们说 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 但他们以后的人 还佩服他们的话语 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 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 到了早晨 政治人必管辖他们 他们的美容 必被阴间所灭 以致无处可存 只是神 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 因他必收纳我 见人发财 家世增容的时候 你不要惧怕 因为他死的时候 什么也不能带去 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 他活着的时候 虽然自夸为永福 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 永不见光 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 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 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要做正直人 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 去做一个正直的人 我们必须要拿起神 赐给我们的权柄 去治理这地 所以在这一次11月的大选里面 我们必须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他里面讲到管辖 我们不是要在乎 我们要当正直人 而且必管辖他们 然后他们一定会被管辖 他们现在可以在这个地方 好像很愚蠢的去做这个样的事情 为了女权 为了堕胎 为了要什么 剪掉男生的输金管 什么什么什么的 他们会后悔 然后他们需要正直人的帮助 让他们可以认识耶稣 让他们可以翻转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可以脱离 他们被 因为他们已经被民主党洗脑这么久了 我相信你刚刚讲到的那个人 我相信他可能在教会待很久 但是然后像堕胎啊这些东西 他一定也想过很多次 只是他从来就没有 他不敢把这个东西跟圣经做任何的连结 很多基督徒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是不敢把我们的生活当中 遇到的一个我们的欲望 我们的期望 我们自己的一个希望 跟圣经做连结的 因为只要一做连结的时候 就会赤身露体的在那个地方 然后全身什么都没有 就是 哎呀我就是这么的愚蠢 我就是这么的愚拙 你有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个样子 有 就你祷告完了之后 然后你发现自己错误的时候 你发现自己多愚蠢的时候 你在那个地方 你就是 你连祷告你都不知道怎么跟神祷告 羞愧 对 然后无地自容 但是还好 神最好 神真好 我觉得 我们很多时候讨论到一个 骄傲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属于骄傲的范围之内 就是说 你是要承认自己错了吗 你敢承认自己错了吗 很多时候我们在人前 不敢承认自己错了 比如说 我得罪你了 我让你生气了 那个我趁你不再 把你的汉堡吃了 你回来之后跟我很生气 我不想要跟你认错 我想怎么了 那汉堡就在那 你又没写名字 你又没说不让吃 我就吃了 怎么了 对不对 就还理直气壮 跟人这样吵架 因为我们不愿意去这样认错 可是我们在这讲到的是 这样一个 攸关人命的问题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里面有问题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真就像你说 赤身露体 就是我们犯罪了 我们的思想也犯罪了 然后我们甚至 不愿意承认我们犯罪了 很多人支持堕台的基督徒 我想他们不愿意去查口 圣经怎么说的 他们甚至在里面 那个就是 你知道吧 找出来两句 就是你看圣经这么说了 这是支持我的想法 你看圣灵也杀 你看出埃及记 也杀长子 对 因为他害怕那种赤身露体的感觉 害怕被圣灵光照的感觉 害怕就说 哎呀 原来我错了 原来神的想法跟我不一样 害怕这种赤身露体 被光照的感觉 但是我在这里 就是鼓励大家 不要害怕这种感觉 因为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神说 我所爱的我必管教 你这样的话 是证明你跟神 有一个connection 你知道最害怕的是什么 是你跟神之间 一点关系都没有 神任凭你 你去堕胎 神不管你 你去做什么 神不管你 那个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不要怕被光照 被光照 证明爸爸在管教我们 就说你看 你想一下 这个事是错的 你看我这样是对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觉得 就是把我们自己的骄傲放下 我有什么好骄傲的 对不对 我又不是制定 游戏的规则的人 我对了 我错了 又怎样 软一点 我错了就错了 爸爸对不起 我错了 求你教我 什么是对的 我愿意学 所以不用害怕 这种痴神楼梯感觉 我有时候也有这种 那个就是痴神楼梯感觉 被光照 我这时候我就耍赖 我说爸爸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对不起 然后一定是有用的 有用有用 对 那个我 人怎样看父亲 然后父亲怎样回应 我告诉你 各位为什么要有小孩 我大女儿 就是一个随时会认罪悔改的一个人 她一做错什么事情 她们就 sorry 对不对 她现在每天在公司 对 她就 我小女儿是什么 我小女儿就是嘴硬 然后就是什么 no no say sorry no 那种那种人 那个 听到这个两个回应 我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你来讲讲你当爹的感觉 对 你喜欢听哪个 我当然是小贵 就是老大 大女儿 就 她一哭 然后说Daddy sorry的时候 我整个就是想要把她抱起来 就是 哎呀天哪 对没错 你好棒 你认罪悔改 对没错 爸爸不是就是要故意要骂你 然后对你那么凶 爸爸是希望你变得更好 你只是 爸爸只是不希望你一直尿在裤子上而已 爸爸只是不希望你一直就是这么不乖而已 你只要认罪悔改教会就好了 我小女儿 好 你就是 不是因为她跟你硬 你就感觉这小孩不服 她没懂 对 你还想要再跟她更硬一点 直到她软下来位置 对 就会有种种感觉 我相信神对我们的管教也是这个样子 趁早上最悔改吧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是心里刚硬到 你没办法 那个 然后神真的不管你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的空虚 然后那个时候你需要父爱的时候 你没有任何的父爱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会变得更可怕 你会变得更难过 你会变得更无助 你那时候你再去找Planned Parenthood 她就会跟那个女的 她下面在那边流血一样 她理都不理你 每一个左派都说 哦这是你的事情啊 哦他们还会说 因为我认识一个 呃他是剁了胎了之后 然后他回去了之后 然后他就是有原本是一个group里面 他说什么剁胎了之后啊 然后呢就是一个 哦互相关爱的那种小组吗 对对对 然后他就他就说 去那个地方之后 每一个人就跟他讲说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啊 你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样 至少当时是对的嘛 那不然你现在要我做什么 对不对 你还一直也杀了 他就是死啦 你或许你 或许现在是基督徒了 你现在当你现在当了 但是这就是过去世了嘛 你往前看不就好了 嗯 是不是更自由 你现在你看看那些人什么 反正他们的回应是非常的负面 非常非常的可怕的 他们不在乎你们 他们不在乎任何的女人 他们不想要保护任何的女人 他们是为了选票 为了要操控你而已 不要被他们操控 不要因为好像他们可以给你 他们从来就没有定义出来的自由 而操控你的人生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看我们这期节目有什么感受呢 你有没有感觉说真的实在是太邪恶了 他们一直都说政教分离 政教分离 没有啊 他们在拜邪神 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要跟什么 他们的宗教分离 如果他们有想要跟宗教分离的话 他们不会把婴儿献祭给摸落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你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在我们的下面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